记者刘兵权南投报道,南投县吉吉镇十二年一度建交活动今晚开跑,由于921地震当年即要办理建教,但因正灾延后六年,且灾后规模不如以往,为此主办建教,四奉妈祖的广盛宫,特别将建教扩大为妈祖文化纪,镇名则为迎接久为宗教盛世,也将办着宴请亲友,并于正式建教期间五至八日斋戒如宿, 祈求和静平安,晚间主妙广盛宫举办妈祖文化纪纪建教点灯仪式,县长林明珍,镇长陈继恒,以及立委许淑华都道场参与,全镇也都张灯,连外路口则设置欢迎门台楼位在镇上东西两侧的武昌宫和平社区,也分别设置教坛,场面相当浩大 广盛宫表示,建教是为祈求国泰民安,过去物资贫乏年代,镇名都会趁此宴请亲友吃平安餐,借此互动交流,甚至还会发勤俭,但随着社会变迁,习俗是为为让民众重新认识建教,便扩大成妈祖文化纪,并在武昌宫举办书画展,增加活动多元性 明镇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